我們看第一次 在光的乾涉與繞色的實驗中 所用的儀器 包括白智燈光 還有雙霞縫 那個片 雙霞縫片V 單霞縫片A 還有綠光 綠光片 綠光色片F 還有這個螢幕 白品C 等各數個 集一個光燈 這些儀器要把它擺在上面 跟一個光燈 再做雙霞或乾涉實驗室 這些儀器在光燈上的排列順序 應該怎麼樣 應該這樣子 為什麼擺個這樣子 就現在有一個白智燈泡 那我現在給它濾光 濾完光的話 這就是單色光 那單色光 我現在製造個點光源 這實際上不是點光源 說要弄個霞縫 讓光從這個霞縫這樣出來 那就變成一個點光源 那點光源 在到達這裡 經過霞縫以後 變成兩個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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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在比較遠的地方 形成乾涉條 所以它的順域是SFAEC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V SFAEC 是 是 感谢观看